看看新闻榜 最近有一个女明星因为交了一个地产大亨男朋友 从八线女演员瞬间转为当红女艺人 她有很多的男闺女 还有一处天价的私人会所 是谁呢 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她一访难求 第一时间然后我们这边就敲了转访 是口口婆心的跟她说啊 但是她那边还是不答应采访 我们这边没有 我不知道别的记者有没有 对 她难以定义 情商还蛮高的一个人 算是比较高明的一招吧 她是一个商人其实我觉得 然后她这也是算是一种 心情的自我营交的方式 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她很像一个高中生 她到底是谁 我有不少男人也 但可惜我们都不快乐 这个在记者朋友眼中 难以定义的人就是八线女演员 王石的女朋友田普君 投影仪背景板 手卡盆栽 田普君时而满含热泪 时而幸福洋溢 时而义愤填音 演讲到动情处 差一点声为具象 本来是一场新书发布会 愣是把它塑造成了故事会 这个故事关于挫折 关于梦想 关于男闺蜜 更关于王石 只要是大家关心的 田小姐都告诉了大家 我清楚地记得 那是一个周日的中午 她拿着iPad 然后研究着说怎么炖肉 她是一个女科男 就是完全按照上面的步骤 说多长时间该放水 多长时间该放土豆 然后我在旁边就不停地说 不对不对 等虾摊摸 然后最后那锅肉就炖了 炖了一下午 然后土豆和肉就炖成了 一锅泥 田小姐嘴里的她 就是地产大亨王石 还挺好吃的 我就一口气吃了半锅 然后为了纪念那锅红烧肉 我特地拍了一张照片 把它发到微博上 接下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咯 作为王石的女友 田小姐火了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言蜚语 田小姐也很生气 别在意别人对你的眼光 别在意别人对你的平静 当然人红是非多的道理 田小姐也知道啊 人怕出名 出名 不怕状怀 优妙有一个好奇 但是因为他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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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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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吗